中国春节 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 相当于要把这个星球 近一半的人口都运输一次 这是对一个国家交通运输能力 最为严苛的终极考验 一度人山人海的广州火车站 成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春运符号 或许这样的景象 在未来将会消失 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让这一切正在迅速发生改观 与运营朴速列车的广州站不同 17公里外的广州南站 这里运营的全部是高速列车 广州南站调度中心 值班调度员董小林 紧张地盯着显示发车密度的显示屏 8点20到8点30 仅10分钟内 这个车站进出15列高速列车 人流量达到6400人 一天的峰值流量超过28万人 这一切源于高速列车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效率和更大规模的运营 广州只是中国庞大高铁网络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通达高铁的100多个城市都能看到 高铁已经成为客运的绝对主力 已占铁路总量六分之一的里程 承担了超过60%的运量 旧有的朴速铁路正在迅速地被高速铁路系统所取代 拥挤和等待已经日渐消失 每天清晨上百辆的大巴会把近万名的工人 运送到中国东部城市 青岛郊区的这个巨型工厂里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列车制造基地 中国近一半的高速列车 在此被设计和制造出来 以此为中心的10平方公里范围内 有200多家工厂 为这里供应近4万个零部件 车头焊接是整车制造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 72块特种铝合金板材被无缝焊接在一起 自动焊接机器人以平均每分钟70厘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一列高铁机车的八节车厢全部焊接长度达到18.4公里 它们绝大多数都由自动机器人来完成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焊接的精度 转向架的生产工艺是车辆生产中的另一个核心技艺 它的生产品质直接影响了高速机车的行车安全 特别是它的核心部件车轴的生产 空心车轴被精准地加工 精度误差被严格地控制在了0.1毫米以下 在177万平米的厂区内 32个车间每天都在高速运行 这个庞大的工厂 每四天就可以为中国的高速网络 提供三列全新的高铁机车 这种新型列车曾跑出了486公里的时速 这是迄今为止在正式运营线路上 跑出的世界最高速度 0.33是这款高速列车的设计师 现在他也是这个巨型工厂的副总工程师 空气动力学 过去一直是飞机和火箭设计师 最为关心的领域 现在他也成为了 丁33和他的设计团队 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 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 气动的问题 像那个高速列车 那么到300公里 350公里的时候呢 列车的阻力 那百分之八九十 都已经是由于 气动问题产生的 时速380公里 相当于飞机低速巡航的速度 而与飞机相比 高速列车还要面对 地面气流的扰动 两车交汇时 车体的激荡 以及车体通过隧道时 气流的剧烈变化 也就是说 这是个在地面飞行的机舱 但他所面对的环境 比天空要更为复杂 丁33团队设计的车体 已经是世界上 具有最佳气动性能的车体之一 然而 他们决定继续挑战自己 找到更加优化的 车头设计方案 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 虚拟技术 他们计算出几种理论上最佳的车头优化方案 然而前期设计的理论模型 是否真正可行 一切要等待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验 来给出结论 2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腹地 这里拥有一个全球顶级的风动群 包括最尖端的火箭 飞机 几乎所有和空气动力学相关的顶级产品 都会在这里验证他们设计的成败 而今天要接受考验的 是丁33团队带来的新的高速车头 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实验 按照1比8实际比例缩小的 高速列车测试模型 被小心翼翼地吊装进来 他们希望这次的风动实验 使得列车的气动阻力再减小6% 可以了 头插动一下 397 好 陈大北博士 丁33的得力助手 只有30多岁的他 已经进入了行业的顶级研究团队 好啊 好啊 伴随着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 今天的中国拥有了全球统领域中 最为年轻和富有活力的团队资源 安装结束后的模拟测试 数据让他们有点沮丧 数据结果和理论值差异较大 他们需要马上找到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排查过程 今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是一个不眠之夜 到处理下来 未来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车体结构 会被设计和制造出来 它会具有更高的强度 更光滑的车身和更好的气密性能 这些数据在这个星球上 可以骄傲地排在同类的前列 去年这个巨型工厂 生产了200列以上的新型高速列车 他们将助力中国 编织一个更加庞大的高铁网络